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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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不知道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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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段 就是 一种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成为了 我們就要 字幕志愿者 那些菌就在空气里面传播 很多人感染 所以不要听那些不符合医学常识的说法 不从学人的计划 不要听这些思想的说法 不要听别人说不用戴口罩 但是我们要戴口罩 而且又要避免群聚 这些我们所做的不做什么 不听什么 不去群聚 这些是好像负面上的不做的东西 但是这些都会保护到我们 另外一个更好保护我们 就是说除了我们要不要去群聚 不要是这样出街要戴口罩之外 我们还自己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这个是最好的 有一对夫妇 他们被感染了新冠肺炎 两个人的反应情形就不同了 两个人病的时候 那个情况不同 我太太就是很辛苦 她告诉我 那个喉咙好像刀割那么痛 所以她都不想吃东西 但是先生照吃东西 每一样东西照做 虽然要隔离在家里 是证明了阳性反应 但是这个先生照样 每一样的饮食 他都要吃得足够 所以是有那个抵抗力好一些 他都不觉得真的很辛苦 但是这个太太 哎呀我的喉咙好痛 不想吃东西 没有胃口吃东西 那么病得更加辛苦 因为没有补充到给自己的力量 来抵抗那个病毒 那么在这篇诗篇里面 都是一样这样来提醒我们 我们要做一个有福的人 要做一个快乐的人 在消极那方面 我们不要这些 不要这些 就是不要跟从恶人的计谋 不要站罪人的道路 不要坐好几少人的座位 但是在积极那方面 就是喜爱神的律法 就夜默众的都是神的律法 那么我们先看 在这两字圣经里面的一些字 这里讲的恶人 恶人是哪些人呢 是不是一些面目可憎 或者讲话很粗鲁的那些人 那些就叫恶人呢 那都未必 好像圣经讲给他听 魔鬼都可以装作一个光明的天使 所以恶人不一定 就是说他讲话很粗鲁 他就是恶人 他的面目看来好笑 好得人怕 他就一定是恶人 都未必 我曾经认识一个非洲人 我们很少遇见 皮肤这么黑的人 有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惊惊地 谁不知这个黑人 是一个很高大 但是他很 就是他的性格很好的一个人 我帮他一起做事那段时间 其实是很短的时间 但是他都感受到 他真的是一个 可以说是很nice的一个人 所以不能够看外面 那究竟恶人是什么呢 圣经里面所说的恶人 就是那些不遵守 耶和华的律法界明典章的那些人 神体这些人就是恶人 是什么呢 因为圣经里面所有这些律法界明典章的 吩咐我们人应该做的事 不应该做的事 所有这些 其实就是 神为了要人生活得和谐 生活得平安 生活得快乐 幸福 而定出来的一些规则 就好像一个国家 你要去社会上面有秩序 一定是要有法律的 神定这些法则出来 给我们去遵守 为的就是给人有和平 有平安 有快乐 有幸福 但是人不肯去做 神体不去遵从 耶和华的律法的人 就是恶人 这里所说的恶人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 我们都会一下子不过意 我们都会变成恶人 都说不完的 恶人 就是不进行 神的律法 剑名典章的人 好了 这里又说有福的人 有福的人 怎么叫有福的人 这个有福 这个字 在那个 因为旧约 诗篇 希伯来文 他这个字 也都是解释 做快乐的人 所以我的题目是 做个快乐人 你当然都可以理解为 做个有福人 这里的这个有福的人 快乐的人 在希伯来文 他有一个有福的字 就是说到 是神所赐的福 神的祝福 但是在这里的这个字 所说的这个福 就是一种快乐 蒙福 但是这里所说的这种快乐 或者福气 是必须要有人的付出 有人的行动 有人的回应 这种福气 譬如 赦罪的恩典 是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不可以做得到 所以这是一个 白白的恩典 白白的神赐给我们 但是这里所说的快乐 这里所说的福气 就是一种要求我们人 如果我们想得到 这种快乐 这种福气 我们要有一个回应 我们要有一个付出 有一个行动 然后我们才可以得到 第一次说 不从不暂不助 这个就是对我们的一个要求 然后喜爱神的律法 咒语的默重 这个都是对我们的一个要求 要我们要有这个回应 然后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 可以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所以这里这个有福 我们要有回应 有一些人信了主之后 但是信了主就觉得 使用了礼了 就觉得了事了 他们从来不愿意 多多一些功夫 在那个信仰的实践上面 在那个信仰的操练上面 从来不肯多用一些时间 不肯多用一些功夫 如果有人鼓励你 哎呀 多一些聚会 你更加重要 读圣经 祈祷灵修 等等这些 他们就会有很多的借口 给自己 哎呀 我很忙 我有很多东西要做 我身体又不是那么好 我书又不读得多 总之很多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借口 但是其实呢 每一个人 多少借口都好 我相信呢 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 那些只不过是一个托词 是一个借口 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无心 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不愿意去有一些回应的行动 我们不愿意对神的这个爱 有一些什么回应回报 我们要做一个快乐人 我们要做一个有福的人 神要求我们呢 是要有对祂的爱的一些回应 如果我们要收割 我们必须要杀种 必须要耕耘 不可以白白就可以收割 救恩是神白白给我们 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有福的人 做一个快乐的人 神要求我们要有回应 不可以呢 当我们上了主之后 我们是真是 我也不懂用什么名词 用怎么说 有时见到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 就是这样的态度 真的觉得很可惜 因为神要我们做一个快乐的人 神要我们做一个有福的人 祂要我们有回应 但是我们对神 对信仰对神的爱 我们真的非常冷淡 求主联敏我们 这里面有说有福的人 这个人是哪个人呢 这个人是犯指全世界每一个的人 凡是愿意不从不暂不助的那些人 凡是愿意回应神的爱 喜爱神的律法 就夜默仲的这些人 凡是这些人 他们就可以得到快乐 那个福气 无论是男女老幼 无论他是只不过一个饭夫走出 没有读很多书 或者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 读有专业的人都好 无论你是哪个阶层的人 无论是什么肤色的人 怎样一个环境的人 只要他有这个回应 他都可以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有福的人 一个有时我们说俗话 含着金锁石来出生的那些人 是不是一定就是快乐的人呢 都不一定的 我们都时常见到一些 在一个很有钱很富有的家庭里面 长大的人 他们都不快乐 因为我找到很多钱的人 他们都不是快乐的人 甚至有一些 还需要用一些毒品之类 去麻醉自己 原来有福的人 这个人 哪一个人都好 无论你是什么条件都好 你所需要的 就是回应神的这个爱 好事这里 在消极负面上 不去跟从那些不好 而是积极负面去接受神的话语 就夜去默中的 都是神的话语 你很注重圣经里面的教导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快乐的人 我初信主那几年 在教会里面 当时我都是只有二十多岁 有一位的姊妹 当时可能都有六十岁 如果到今天来说 她还在生的话 可能都快要一百岁都不一定 当时她不是读很多书的人 尤其是如果今天去到一百岁的人 当他们年轻的时候 在中国其实真的 很多时候没什么机会读很多书 她就不识字 但是她有机会听到福音 她信了主之后 她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 很单纯的信心 她每一天早上 她就走上天台那里祈祷 她的祈祷 她不识读圣经 但是她就好像 她帮耶稣聊天 就好像耶稣就在她身边 在她面前这样聊天 在教会里面 以前我们 在教会里面有时 每一个礼物三 我们有个祈祷会 有一段时间 哪位 在教会里面有什么见证 可以帮大家分享 如果我们坐在那里 谁有什么见证分享 当我们一见到 那时候我们都二十多岁 一见到她 站起来走上去的时候 我们个个就满面笑容 这样两望着她 我们知道有好东西听 因为怎样呢 她说她的见证 真的很活生生 她说她的祈祷 有什么困难去祈祷 那些经历是很特别的 她不识字 怎样读很多圣经 她只能够听到 但是她对神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 她有那个回应 事上帮神聊天 她那个信仰 那个经历 甚至令到她其中的一个儿子 都很觉得 她的儿子还没信诸 哇 妈妈真的很特别 因为信了耶稣 很不同 她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 虽然她不是一个有很多学识 可以读很多圣经的人 但是她有那个回应 无论哪个人 只要我们愿意对神的这个爱 有个回应 你都可以做一个快乐的人 你都可以做一个游福的人 很多时候呢 是我们限制了自己 是我们限制了神 想要在我们的身上 做更大的事 是我们限制了神 不能够在我们身上 赐给我们更多的福气 让我们记得 哪一个人都可以 只要你肯回应 继续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 就是讲到一个喜爱 耶和的律法 在消极方面 她不接受一些不好的 但是在积极那方面 她喜爱耶和的律法 她昼夜默众 这里昼夜 如果叫我昼夜默众 耶和的律法 就是昼夜去读圣经 这样不用睡觉吗 不用做事吗 这里所讲的昼夜 我们都知道 平时我们讲话 日夜夜 意思就是说 每时每刻 时常这样的意思 她很喜欢神的律法 而她日夜时常去默众 都是神的律法 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那个和合本 就是去昼夜思想 在那里想 这道新译本 也告诉我们 是昼夜默众 默众 默众 默默的 在那里念众 有时候我们有没有见到 有些人 好像是默默沉沉的 好像自言自语 好像自己帮自己讲话 这里所讲的就是一种 她很喜爱神的华语 很喜爱读圣经里面 很喜爱认识多些圣经里面的真理 读得多在心里面 她就不知不觉默默的去念众 出来 好像默默沉沉的 经常念众 经常有神的话语 在自己的心里面 甚至不知不觉去讲出来 这些事常有神的话语 在里面 经常这样喜爱 要有了喜爱 才会有这种念众 如果不喜爱 怎么可以念众 因为昼夜的 日日的事上去接受神的话 不是一步十行 可能我们就会说 日日都要读圣经 好事 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时间很匆忙 如果我一个礼拜读一次 行不行 譬如说 一起读圣经 拜一到拜五 每一天一篇圣经 大概都是 通常我编的那些是十节 至十五节 如果有一篇是很长的 譬如三十七篇 有四十节 我分了为四日 这样一天读小小 我真的没有时间了 我可不可以到拜尾的时候 一次过读完五日的呢 行不行呢 行 但是我们这样读很快就不记得了 我们就不能够就夜密众 我们不能够就夜思想 因为读了又水过压背 就不记得了 就好像我们吃东西 天天都要煮 吃完又要洗 这么麻烦 不如我一个礼拜吃一次 行不行呢 妈妈 我真的很不空 很多功课 不如我一个礼拜 才吃一次 阻止我这些时间 又要我去洗碗 不如我多拿点时间 打机更好 不如我一个礼拜吃一次 可能妈妈说 不如一个月才吃一次 这样更省多点时间 如果我们一个月才吃一次 到那个时候 就不是吃了 就要人用针打声下去了 我们怎么可能 身体一个月不吃饭呢 身体是这样 我们的心灵里面的粮食 都是这样 我们不可能 我一个月 我找一天禁食祈祷 诚卷圣经 读完可以吗 你可以这样做 但如果平日 我们是不读圣经 不祈祷的时候 这个信仰和我们 很容易是会脱节的 我们不可能会说 就夜去默众神的律法 我们做不到这样 所以我们要日日的 去读 喜爱神的律法 就夜默众 当我们喜爱读得多 我们时常去念着念着的时候 这个对我们是很多的帮助 有时候这些圣经的说话 不知不觉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 有时当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事的时候 主耶稣说 圣灵来到 就要叫我们想起 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说话 就是我们读过的那些圣经 有时在生活里面需要的时候 圣灵会帮助我们想起身 就知道怎样做了 第三第四节 他说到 他要说到这个人 他要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都不枯干 他是按时候结果子 这个人他好像溪边的树 诗人说 这个人 喜爱神的律法 就夜默众的人 他好像一个溪边的树一样 他那个根部 日日夜夜 是吸收到足够的水分 的滋养给他 所以他就能够按时候结果子 他会在神认为适当的时候 就会结出果子 他所做的 都能够按着神的心意 能够得到成就 有一本书叫做 《苦月亡云》 或者叫做 《十字架与弹簧刀》 这本书是一个 七零年或者六零年代的时候 一个在美国的牧师 大卫韦克逊 他就不是在纽约市区的 他是一个乡村市镇那里做牧师的 那里人口都不是很多 他那个时期就刚刚有了电视机 不是好像今天我们这么方便 一机在手 什么都有 但那个时候 有个电视机 真的很奢侈 很新奇 所以这个牧师在乡村的地方 有一个电视机 他也很喜欢 他每晚都用相当的时间来看新闻 可能甚至有时候有些电影 每晚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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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好的读圣经和祈祷 这样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是这样想的 不过想了之后就算了 没有做 有一个电视 有这么多新闻等等 有一个电视机 这样去看 所以都很难放弃 但是这个意念不走 继续是这样 如果我每晚这样看电视 那些时间我拿来 另外再用来去读圣经祈祷 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继续是这样 所以后来他觉得 不可以不祈祷 为这件事去祈祷 阿神 如果你真的要我这样做 你让我很顺利的卖了这个电视机 那他就登在报纸的广告上 而且他卖的价钱 就不是很便宜 可能都有一些私心 哎呀 不要这么便宜了 不要这么容易卖了 怎么知道 那个报纸早上一出 就跟着有人打电话给他 你是不是有个电视机卖 都不用问他多少钱 他想说多少钱 那个人已经收了 多少点来 那天很快就来到 真是叫二话不说 你要多少钱 给他多少钱 就拿了电视走 那这个大卫瓦克顺目 他觉得 无话可说 他觉得好像 低一个阳无出来 低一个 一些什么记号 看看是不是神 真的要我这样做 给我卖这个电视 卖得很顺利 真的这么顺利 所以那天之后 那天之后 卖了电视之后 每晚他就另外再用一些时间 在那儿读圣经 在那儿祈祷 在那儿寻求神的心意 跟着就开始了一个很特别的旅程 就是有一天看报纸 他看到在纽约的一个法庭里面 正在要寻一些 这个阿菲那些少年犯 当他看到这个 报纸里面 拍摄那个少年犯 那个样子的时候 他心里好像被涉住了 他觉得他要去关心这些人 于是他就帮他教会说 他就驾车去纽约 走到他的法庭 即是他那天开心 结果被他很勉强进去 就被那些记者拍了他 他想要帮这些少年犯接触 结果就引起了 纽约很多那些少年犯 那些泰宝 那些阿菲留意到 哎呀 有这个牧师来关心我们 他要站在我们一边 那你就对他有了一些善意 所以当他去到这些 这些泰宝 这些阿菲的中间的时候 那些人就 就肯接待他 接受他 就开始了去 在纽约的这些时工 甚至后来呢 带了一个人信耶稣 其中一个 其中这个人呢 后来更加是被神使用 在他们中间做了很多工作 就是从一个意念开始 他要用时间 去回应神 喜爱耶华的律法 就耶默中 那就开始了去一个奇妙的之旅 那他这样做的时候 是不是很容易呢 都不是容易的 如果你看那本 他写下来的小说 实在不容易的 这本小说后来还拍成了电影 是很多个困难 很多个起先 很多个误会 但是圣经这里说给我们听 耶华华知道二人的道路 他做过那些困难 神是知道他的 神是帮助他 到那个时候 让他能够结果子 一篇短短的诗篇 告诉我们 你听怎么做一个快乐的人 怎么做一个游福的人 就是积极上面 我们要起我耶华的律法 就耶默中 我们读诗篇 其中一个好处 就是我选择短短地 希望你每一天 读多几次 读多几次 然后呢 你就可以借用诗篇里面 那些内容 来去做你自己的 祈祷的灵感 希望透过这样的练习 能够使到你那个 祷告生活更加丰富 你可以用诗篇里面的一些句子 直接做你自己的祈祷 或者将诗篇里面 这些句子 变成了你自己 对神的祈求 或者将这些句子 变成了你为别人的祈祷 那你就觉得 祈祷 真的不是那么枯燥 你就会更加喜爱 读圣经 更加喜爱祈祷 喜爱耶华的律法 就耶默中 这个人是有福的人 这个人是快乐人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多谢你 你留一本圣经给我们 你留下有诗篇 有很多人 他们的内心 在你面前那种傾吐 甚至在痛苦的时候 那种哀求 吶哭 求主帮助我们 透过很好的读诗篇 昼夜去 默中你的话语 使到我们祈祷的生活 使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更加的丰富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今天的信息到这里 多谢大家 接着我又有一个报告 讲给大家听 从下个星期日开始 即是7月4号 教会就恢复实体聚会 这个是照着省政府所允许的 但是因为这个疫症仍然存在 所以我们仍然需要保持 那个肢体的距离 往时 以前我们是中文在楼下 英文在楼上 同一个时间聚会 但是因为楼上的地方 如果英文他们用楼上的地方比较窄 就不可以有那个肢体距离 那么格那么开 坐得太迷 不行 所以我们只能够用楼下这个地方 就不能够同一个时间聚会 所以一个折冲的办法 安排就是 我们中文就在九点半开始聚会 记得 下个星期日 7月4号 早上九点半 我们开始这个聚会 来到呢 帮你探一下热 戴口罩 记得 可能你会 哎呀 这么早呢 对我真的不是多方便 我又住得远 我也明白 但是呢 虽然有一些不方便 但是又有另外一个 一个方便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起床 起得早过那些年轻的 那么如果我们九点半 聚会完了 散会了之后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预备第二天的事 特别是当 还要上班的时候 要预备明天的事 那么呢 九点半聚会 大概到十点半 或者最迟十点睹九 我们散会之后呢 你有超过半天的时间 可以做其他的事 但愿我们能够 在下个星期 大家都回来 虽然九点半 努力辛苦少少 希望大家都回来 在目前 这个疫症还存在的时候 我们唯一一个 折衷的办法 就是这样做 但愿 盼望大家能够体谅 大家一起回来 多谢大家 我们很多谢宋牧师的正道 现在我们用回溪水旁 来作回应诗歌 不从罪人的脚步 不从罪人的脚步 也不行走在恶人的道路 也不行走在恶人的道路 不着邪满人烟熄中 为喜爱耶和华 他绿法的说话 最想看避风中追散 心恶的最终之声梦一场 我要转一种叶痴香 因耶和华之我心肠 啊 有你在旁 还为怕沉默 像树长在西水旁 愿是从我而喊 也永不顾肛 因有你在我心肠 啊 啊 有你在旁 啊 有你在旁 还为怕沉默 像树长在水水旁 愿是从我而喊 也永不顾肛 也有你在我心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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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宋庸人 责你生命 害我貌伤 责你三位 合日 散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